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哥洛西书的三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三节 题目是 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哥洛西书三章十八节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不可苦待他们 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还是在讲新人的养成 我们前面讲到新人要有爱心 要能够感谢主赞美神 现在保罗又要继续的讲 新人应当有的行为 这些事情或许看起来 很像是一个笼统的行为规范 但是却又不是律法 用于规范人要人遵守 而是保罗在向教会众人介绍 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指引 因为毕竟那旧人与新人 都是同样看不见的 现在这里所讲的 好像是家庭与人际关系的沦场 丈夫与妻子的关系 父母与儿女的关系 主人与仆人的关系 这些事情看起来 和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五常 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们若仔细地想想 我们的五常就是规定 人与人要怎样与人相处 君臣 父子 夫妇 兄弟 朋友 若是不从 则必然会乱象重生 这多少有点警告和辖制的意味在里面 孔子的五常告诉人们 社会的定位就是这样子的 那你们应该好好的遵守 如果离开了应该有的位分 那么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 但是保罗在这里却指出 人际关系的基本的牵引与法则 乃是爱与顺服 我们要因为有爱 人与人不是辖制和抵挡的关系 乃是爱护与协同的关系 保罗首先讲到 妻子要如何对待丈夫 但是随后他也讲到 丈夫要如何地爱护妻子 我们不能够单单地看一句话 比如说要求妻子 要如何顺服丈夫 然后就无限地上纲上线 做单方面的要求 这样的话就一定会有失偏颇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两句话 一起来看 丈夫与妻子还是首先要分出一个 守从关系 两个人虽然是成为一个爱的结合体 但是守从还是要分的 那为什么圣经要说 丈夫是头儿 妻子是妇从呢 这句话在新时代的女权运动者里 耳中听起来是有些刺耳的 他们认为这是过时的 如今时代已经变迁 不需要再受这种教训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男女的构造是不同的 就算我们从头脑和思想上来看 男女是极为相似的 但是我们对于自己的认知 那还是远远不及照我们的神 对我们的了解 至少那些号称新时代的思想者 还是没有办法清楚地告诉我们 人类的灵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神在亚当之后 他说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于是神就用亚当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 这就是男人与女人在被造时的目的是不同的 其后两人也是婚配而相辅相成 神又使两人合为一体 能够支持人类这个种族的延续和发展 最后能够遍满全地 丈夫和妻子两人 既是两个可以分开的个体 又是因为爱而结合的一体 可以将神的心意得以成全 这里面支持这样运行的主轴 那就是爱 所以妻子对于丈夫的顺从 丈夫对于妻子的带领的关系 一定是要出于爱 我们如果单方面要求妻子要顺从丈夫 而不考虑从双方在爱的关系上 是否出了问题 那样是不行的 但是如果丈夫已经十分爱妻子 则是妻子因为骄纵而不肯顺服丈夫时 那个妻子不但是在顺服的灵上是有问题的 而且她对于丈夫的爱也是不够完全的 不但是她对丈夫的爱是不够完全的 并且她对于神的心意 以及对于神的爱的认识也是不够完全的 有的妻子与丈夫在年轻的时候结合 但是媳妻子不管在学历上 或者是职场的机遇上都要好过自己的丈夫 以至于日后这个妻子很难顺服丈夫 认为她才应该是做这个家庭的头 这样其实是看中了地上的物质和财富 要过于神所赐生命的价值 她可能是错过了一个愿意为她舍命的丈夫 也轻看了两人之间的爱 我们常常看事情只看到表面的厉害关系 而忽略了本质 这样恐怕就会错过了神对我们所持的心意 妻子在爱当中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在神的心意里面是合宜的 而丈夫在爱当中当然也不会苦待自己的妻子 若是苦待的 那自然就是违背了爱 也违背了神给她的交托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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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